這個夠不夠? 是紫色的,對嗎? 是 但是偏紅的紫色 你要好紫還是偏紅? 我鬼知道 可以藍一點 差不多了 它很有趣 凡是花開的紫藤 一般來說,下面是未開的 這個紫藤是按一按之後印上去的 是這樣的 另外一種就是 印一印之後 再加一筆,兩種都可以 那個花紫藤 OK? 那個紫藤,看到嗎? 然後沒有加顏色 因為這個是最深的 阿華,你拍到嗎? 然後看著 再拿上去 像蟹鉗一樣 看到嗎? 今晚要吃靚蟹的蟹鉗 你不要再斜了,要向上 你可以黏起來也可以 中間 越多越少留少少的位置 為甚麼呢? 我們有煮乾,一會兒就知道了 好,看著 這個是下面 那上面是怎樣做呢? 看著看 它是一塊這樣的蟹 加多一塊這樣的蟹 前面兩個蟹鉗 開了是這樣的 它是怎樣的呢? 假設這個是花蟹 OK? 它是兩塊立體這樣的 OK? 兩塊向前伸的 其實它是出了一個畫面的 等於你們畫的那些加多利蘭 那些蘭花也是 OK? 你們平時的水仙物 一朵花開的 一個盤 全立這樣的盤 平面的 河花也是類似平面的 但是你看到加多利蘭 那些蘭花 它像一條舌伸出來的 它這個就是這樣 但我們不可以把它畫到伸出來 對吧? 所以它只不過是這樣去顯示到這件事 那你畫一下畫一下的時候 當你前面是塌 後面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經驗告訴你 再這麼細緻就不要看 所以我們會怎樣做 看著看 甚至乎呢 看著看 很重要 白色比較多 Sharp一點 幸好這隻紙比較暗 所以你看得到的顏色有分別 看著看 這個位置 你試一試 OK了 開始有白 OK 你又不需要欺留一條縫 這樣也可以 但我們做的時候 盡量 印到底有一個白色 有高低的 不要說一二三四 有高低的 有錯拼的 OK 類似的 其實可以再多一點 那這些位置 你可以在最後的時候 看著看 最後的時候 加一點 不要太誇張 整條線 按一按 就這樣 就OK了 這個就是紫棠花的異景 如果你做得熟的話 這些地方做一點就很漂亮 這樣 就OK 不夠嗎?前面再印 然後 有一點點散下來的感覺 更優雅 這樣 飄在水上 有一條魚 扭過來 這樣就自然一點 知道嗎? 好了 不用怕 再多一點點 它的主幹是這樣的 那隻碟已經開始多了 太少侯又覺得不太好 你給了錢 給了學費 太少侯又覺得不太好 都七分多了 我不適合了 太多了 學費是包了租資的筆 和你的 這個中了 這個中了 哈哈哈